Hello,大家好,我是小尹,欢迎收看本期超级电影控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玩游戏到痴迷的恐怖片 十二游戏最目 在一所中学,米克和胖子还有其他两位同学 四个人非常要好 这天在学校吃饭的时候,几人聊到了游戏 米克就说他曾经的一个同学阿琪玩游戏很是痴迷 最后都变成了精神病了 还听说阿琪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时胖子说话了 说昨晚自己玩游戏的时候 有一个名叫阿琪的主动联系他 还说出了阿琪的邮箱地址 米克和其他两个同学大吃了一惊 心想难道阿琪又活了过来 放学后几人相约来到阿琪家里 从阿琪母亲口中确认阿琪已经去世 晚上同学小大一边玩着电脑 一边看着以前的录像带 就在这时,电脑上发过来一条新消息 小大一看是阿琪发过来的,很是吃惊 就问他在哪里 阿琪只是回复了一个数字 13 阿琪还说他知道小戴正在看录像带 还说小戴的父亲一会儿会催促小戴睡觉 还会拔掉电脑的插头 没想到这些都一一应验了 小戴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第二天来到学校就告诉了米克 昨晚发生的事 另一个同学就说晚上回去查一下 阿琪的IP地址 就知道他人在哪里了 时之没过多久 阿琪就打电话警告小戴 不要让那个同学查自己的IP 此时的阿琪好像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米克晚上有事没有上网 小戴就在网上同时跟阿琪和另一个同学聊天 阿琪还在跟小戴因为查IP的事而生气 这边那个同学已经查到了IP地址 是学校里的一台电脑 次日小戴来到教室里 却发现那个同学没有来上课 最后那个同学的父母也找到学校 没想到他失踪了 晚上小戴和米克决定去学校寻找阿琪 两个人来到实验室 没有人电脑却开着 小戴在电脑里看到了一部DV 是老师猥亵了小琪 老师得知自己的行迹败露 就持枪出现了 小戴集中生智 用硫酸泼了老师和米克逃出了实验室 慌乱中老师开枪打到了小戴的腿 米克和小戴跑到了楼下的一个小屋里 米克把受了伤的小戴藏进了一个箱子后 把门给关上了 小戴发现门在外边被锁上了 原来这是个焚化炉 米克在外面启动了焚化炉 小戴在炉子里被烧死了 临死前他摸到了一个同学的遗物 米克接到小琪的电话 小琪说他已经过关了 让米克去完成第十三关 故事结束 这是一部关于玩游戏痴迷到现实中去的电影 现在的社会青少年玩游戏 很多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 不加以节制 后果不堪设想 很有警示意义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爱你哦 么么哒